30号为庆祝王兴玲的新专辑销售成绩超放 唱片公司特别准备了冰棒塔庆祝专辑大卖 还有没有我们的大哥 红冰啊红冰啊 还有乌兰克 多多人也可以 因为公司这次想的就是王兴玲的专辑销售好办 然后今天就是这几天天气又温度很高 所以就想说请大家吃冰棒 然后又跟王兴玲的这个销售专辑 专辑销售好棒就是就是很符合这样 这一次新专辑收录了王兴玲的首支创作曲衣橱的秘密 这首歌融合甜蜜魔幻俏皮多种曲风 让歌迷有不一样的感觉 王兴玲当天也特别做了一杯创意调酒 调出融合甜蜜魔幻俏皮口感的衣橱的秘密调酒 让大家品尝 今天又有改版 所以今天就学了一个调酒 叫做衣橱的秘密 可是因为刚刚拍照的时候就讲说要调 就是要拍那个调的样子 然后所以那一杯衣橱的秘密很苦 王兴玲还笑说自己酒量不好 曾经在同事家喝醉过 我不太会喝酒啦 有喝过就是生日的时候 可是我不太会喝 我知道我自己的酒量不好 所以我在外面的话 我不会让自己就是喝得很不好看 因为我觉得女生不可以在外头 就是不可以喝得太不好看这样子 谢谢大家